導演紐承澤去年6月為了拍攝電影芯片 夾帶大陸級攝影師進入高雄海軍基地 今天高雄地檢處偵查終結 將紐承澤還有大陸級攝影師 依照違法要塞堡壘地帶法 以及非法侵入要塞處所提起公訴 那本件被告是利用 這個國防部對於紐承澤身為知名導演的信任 且本案是為了拍攝軍中樂園的等的軍教影片 利用這樣子的信任 加上一行25人是搭乘遊覽車進入 那承辦軍官因此而為逐一核對 每一位進入人的身份證件及人數 那被告利用這樣子的機會 在明知道不可以帶中國大陸級的人士 進入的情況之下 將潮域帶入了屬於我國 要塞堡壘地帶的這樣子的 左營軍港基地進行勘警 檢方調查紐承澤曾經在去年5月 前往國防部洽談時 向軍方表示攝影師為中國籍 而且必須進入海軍基地勘警 國防部人員以難度很高當場玩具了 並且告知如果讓大陸級人士進入 會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但是紐承澤仍然聘用中國籍的攝影師 曹玉等4人為工作人員來台參與拍攝 對於這次起訴 紐承澤本人還沒有公開回應 未來他可能得面臨最重5年以下有期徒刑